现在来到车城火车站就可以看到 这颗为游客遮风挡雨的百年榕树 甚并被围起来的现况 日管处专程设置围离 除了要好好治疗榕树之外 以维护游客安全 暂时治疗 因为它那个数字会掉下来 打过很多电了 特层中心的一个植物专家建议就是说 因为他们按照他们的经验 在医治的过程当中 那个药剂注射之后 怕有一些根系会腐烂掉这样子 所以怕说游客的安全的问题 所以建议我们用大型的一个钢支架 来支撑这个树木 防止它倒塌这样子 那施工围里围起来 防止它的小枯枝 受到一个风力的影响 掉落怕找到游客 车子现在目前 它有带了一些白痴 我们风管厨也很急急来处理 现在目前处理应该是会比较好玩了 位在车程火车站旁的百年榕树 去年状况变得特别严重 热管厨找来及其特森中心树医 来进行移植工作 经过看准之后 榕树可以回复健康状况相当乐观 很旺盛耶 叶子好多 对啊 对啊 这让它变得很稀疏又变得很小 对啊 叶子好小 小好多 所以我每次覺得他生命真的不好 特森也很熱切地來協助我們來檢視這棵大榕樹 然後從取樣回去做一個病菌的培養 確認之後是因為得了一個核根病 所以從兩個禮拜開始 那也開始做一個醫治的一個動作 那目前告一個段落可能觀察起半年的一個時間 再看看他的一個成長狀況 在集齊特森中心的樹醫生意志之下 已經替這棵榕樹調點滴 然後再等待七八個月 再來查看榕樹的恢復狀況 評估下一步的療程 當地的民眾都很期待 百年榕樹可以早日恢復健康 記者陳樹齊水里香採訪報導